哈喽大家好我是博士顿地产经营康宁 那前段时间呢真的比较忙 加上莫名其妙的生了两周病 所以到现在才给大家发新视频 真的是很不好意思 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聊的就是new construction新房 那新房呢你可能购买的是在不同阶段的样子 可能它还只是一块空地 可能framing啊这些已经搭建好了 可能你就是直接拿到一个精装修的成品房 那新房不管在什么样的市场里面 在麻州这个遍地百年老宅的地方都是非常吃香的 那么既然要买新房一定要先说的就是builder 也就是建商 那我们通常见到的建商就是两种 一种是local builder也就是当地的小建商 或者就是全国连锁的那种大建商 那local builder本地建商呢 可能它就买了一栋破房子 然后全部推倒重建 或者买了一块地 然后在上面建三四套房子 那这种建商呢 他一般可能一年搞个三四次new construction 他们是非常希望和买家以及买家agent建立良好的关系的 因为呢他们很在乎自己在圈子里收到的客户的评价 以及他们的名声 如果说他交出来的成品 买家和买家agent都表示非常不满意的话 这对于他在当地的这个声誉是有挺大的影响的 那大的建商呢 他们建一个小区或者建一整栋公寓楼的时候 他们是没有这个时间和精力以及没有这个必要去和买家那一方建立良好的关系的 那他们发过来的合同呢都是一个固定的模板 是不可以根据不同买家而太过于细化的 因为他们要尽量保证所有在售的房子 所有买家拿到的条件和条款都是几乎一样的 那我们分析一下builder的心理来看一下为什么会是这样 如果你买的是一个从土地或者从framing就开始定制的房子呢 那对于卖家来说也就是builder来说 这栋房子就是为你而建的 它会为你做很多结构上 装修上的私人化定制 那么如果买家半途或者最后突然决定退出不买了 那卖家而言他会非常担心这个很个性化的定制的房子 会没有那么容易在市面上找到其他的买家 所以说卖家会需要合同可以尽大化的保护他们的利益 那当你买到一套大建商建的房子 你的律师收到builder寄过来的合同是几乎没有任何修改余地的 就是所谓的take it or leave it 给你比如说10天时间你看一下这个合同 你能接受就签不能接受咱们就算了 那买家律师能做的呢 就是看看能不能试一试写一个buyer addendum 就是放一些小的附加条件 如果不能的话 那买家律师可以做的就是帮你充分理解这个合同 让你知道你将要进入的即将面对的是什么 那这就是和local builder本地建商的最大不同之处了 和local builder打交道比较像和普通的卖家打交道 他们把合同发过来 然后双方律师一起协商修改 因为本地建商他是会希望买家可以充分理解这个合同 并且舒服的签字 那下面呢我给大家列举一些 你交定金之前就要搞清楚的事情 那第一呢就是验房做inspection 新房要不要做inspection 以及builder让不让你做inspection 那新房一般在什么时候验房呢 和普通的二手房交易 offer被接受了马上做inspection不同 你offer新房的offer被接受的时候 大多数情况下你还无房可验 那么既然无房可验 我们又要验什么呢 一个叫做specification sheet的东西 简称spec sheet 这个上面详细的写了所有关于这个房子的建造细节 也就是你拿房的时候会拿到些什么 包括了房型潮项面积 装修landscaping电器等等 那么我要强调一下 在这个阶段你买的就是一张纸 不要指望律师去帮你把关去帮你看 他所有这上面列出来的东西是否合理 是否可以完成 和你去过现场的人只有你的agent 和listing agent以及builder打过交道交流过的也只有你的agent 那律师拿到这个spec sheet以后 他只会问你的buyer agent 这个你看过了吧 你和你的买家一起看过了吧 那我就开始做合同了 那下一个非常重要的呢 就是builder什么时候可以拿到certificate of occupancy 房屋使用许可证 那新房想要过户的话 builder必须要拿来这个ceo 那这个ceo呢 是这个房子所在的town的政府批发的 他会先派人来检查这个房子 每一项都过关了以后才会发ceo 虽然他们已经来检查过一遍了 但是不是所有的买家都觉得这样就可以让我放心了 很多人还是想要在过户前约一个inspector来给房子做一个检验 这个是完全ok的 但是你一定要知道的是 不管inspector验出来怎么说 builder都不会让你以此为借口退出的 因为他已经拿到了town所批发的ceo 也就是房屋使用许可证 说明他这一路建房的过程中 town里面已经来检查过这个房子的地基 管道电路屋顶等等 然后判断所有东西都ok了 才会签发这个ceo 那builder才不会管inspector的个人意见是什么 我们这个房子是完全合法合规的 但是呢 如果你的offer或者买卖合同里有一个punch list的东西 他上面写比如说如果我最后验房的时候哪里的墙器被挂花了 哪个柜子没装好 哪里少了个门把手 这些东西不会影响builder拿到ceo 也不会给你退出交易的权利 但是只要合同里有builder就必须要帮你弄好 还有一个在东部比较需要额外考虑的东西 就是radon动气 那么如果你最后验房的时候验出来这个房子的动气含量超标了 builder会不会帮你建mitigation system 这个绝对不是你在过户的时候才应该想到的事情 如果合同里没有写 哪怕这个含量测出来已经报了表 builder也没有义务去帮你装mitigation system 那么呢 我刚刚说的ceo房屋使用许可证也分两种 一种是conditional的有条件的 一种是unconditional的无条件的 那么builder需要在过户前给你哪一种就算过关了 这也是你需要在签合同的时候就搞清楚的事情 那么这个ceo呢至少需要在过户前5天左右拿到 因为lender还需要时间来做一个final appraisal appraisal就是估价嘛 那买新房的话一般是要做两次估价 第一次的话就是通lender来看这个 我之前说的spec sheet也就是这个房子的建造细节 他给这个房子进行一个估价 然后final appraisal就是在过户前appraisal来检查 这个spec sheet上面的东西有没有被完成 这个成品的房子是不是值我第一次估的那个价格 那买新房呢根据这个房子的建造进度 还可以分为reservation预定和下offer 那reservation呢它和下offer其实差不多 它也是要给一个四位数的定金 那不同之处呢就是这个阶段你是不可以放任何的条款的 不可以放任何的contingencies 那么这就引出了一个所有买家都非常关心的问题 就是deposit定金可不可以退 那在前两年就是最疯狂卖家最嚣张的时候 真的很多builder都会发过来合同说 deposit我不但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退 我还在建房的这个过程中我就要用了它 那我们公司开会的时候我老板有说过一个特别夸张 他见过最夸张的就是那个builder发过来的合同上面明写了 就是我builder本人违反了这个合约 我建不好这个房子 deposit也不退 就很夸张啊 所以你一定要在下offer的时候就搞清楚 我的钱到底给出去的钱到底去了哪里 我还拿不拿的回来 不要等到最后就是有意外发生了 再去跟人家掰扯这个问题 知道自己要面对的是什么 然后再选择要不要进入 那下一个要说的呢是alurance 就是通常房子在建过程中builder会给你一个alurance 你可以拿着这笔钱去挑你想要的地板啊灯具啊漆啊地毯啊什么的 那就是你拿着这个钱 builder给你的这个alurance去一家店里面给店员看啊 这是我的我有的钱 然后这是我想要的东西 如果你想要的东西跟你拿到的钱中间有一个差价的话 这个钱差价是完全要你自己来付的 那一定要注意了所有out of pocket 或者你去升级的花出去的钱 自己的钱是拿不回来的 builder不会不想要和你自己选择要多花出去的钱扯上任何关系 那还有一种比较常见的模式就是举个例子 builder给了你5000块去挑地板 那你挑中了一块一款地板 然后就是5000块 但是你自己先支付这个5000块 然后等到过户的时候builder再把这5000块还给你 所以你一定要搞清楚啊 并且所有的升级和你花出去的钱都必须以书面的形式 在双方的达身一致的情况下记录下来 避免大家事后扯皮 那讲到这里我们再回到开头说的spec sheet 那房子见到一半了 builder说这spec sheet上面的东西我要修改 可不可以这样做 那么这几年来说呢 修改是常态 不修改才是不正常的 因为这个供应链的问题嘛 为了能保证准时交房 很多东西都得使用 被迫使用替代品 那既然如此呢 你就必须要提前知道 卖家有权利修改 这个spec sheet上面 卖家有权利提前修改的东西是什么 那这些项目在不在你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那最后再讲两个非常常见的问题 那一般来说你买新房呢 builder都会赠送你一个过户以后为期一年的home warranty 那么这个home warranty有多靠谱 完全取决于这个builder 它靠不靠谱 不要过不要的过多指望 这个home warranty 把我思路的搞乱 所以不要过多的指望这个home warranty 那最后要说的就是贷款的问题 工期延长导致你的锁的贷款利率过期了 那么买新房的话 你一定要有一个mindset 就是builder承诺的过户日期 99.9%的情况下 都不会是真正的过户日期 如果你没有这个心理准备的话 不要买新房 那讲了那么多 总结一下就是买新房 一定要do everything up front 然后呢建立好自己的心理预期 这样的话可以省去你之后 之后几个月半年甚至一年的痛苦 那么呢我一直跟我客人说的就是 如果你是一个买家 你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因为不管你是买的新房还是二手房 都有不同的风险要需要你来承担 那么听完我上面说那么多 是不是觉得买新房真的挺可怕的 风险真的很高 但是呢作为回报 你又可以拿到一栋完全符合自己心意的房子 所以呢我从头到尾想贯彻的思想就是 一定要知道自己要面对的是什么 需要承担的风险是什么 然后做出决定没有回头路 那人不可能既要还要嘛 那我的个人观点就是 New construction is not for everybody 那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